大家好啊 今天来欣赏一下凶宅的格局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般来讲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后天嘛 先天不会有所谓的急凶的 只是后天人为的 或者自然环境也有形成的 这么一种格局 外阴带动内阴嘛 外部环境的变化 引起了内部的改变 这叫天人合一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那么在人呢 那就成了急凶了嘛 有急有凶啊 在天的话经常所说的 急人自有天相 降心陨落夜观星相 这叫在天嘛 在地的话就是地气的变化 人就产生了这个 引了好与坏嘛 好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凶宅就是非常的简单 一眼就知道不好 不好在哪里呢 你看这条河流直直的对着它 大江东去浪涛进 这个叫水破天星 这种格局水破天星 撞成者 破家 这种凶器会更加的严重 其实都不好了 这种水破天星 一个是去水 一个来水了 这是远处的一个风景嘛 看上去 这个水也是往那边流的 所以这个水是非常的凶 这边一共有这个七处 七处房子 这个也是更远的地方去看嘛 直冲过去 如果说水流非常急的 发大水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发生 那现实当中是怎么样的呢 这一号吧 一 有两个欧子嘛 其中一个被水淹死了 第二个呢 又遭了车祸 第二个 这是第一户嘛 第二户也是啊 它是空 第二户是 也不是很顺利 具体人们不知道啊 第三户的话是 这房子是空的 没有人住 第四户啊 四号的话 有两子一女 二子一女嘛 这都是几年前的了 大家来看一下 欣赏一下嘛 叫做啊 四号两子一女啊 其中他的儿子啊 是死在车祸 死于车祸 女儿没死 儿子死了 七号呢 是小店吧 好像是 是开小卖部的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 七号倒还可以嘛 五号六号呢 身体不太好 古人讲 他这种格局是 不利子事的 绝户的 轻将荡产 这个格局叫 涉累冲凶啊 不可当啊 就是说 对你的 形象呢 可以理解为 冲进你的肋骨 对你的胸部 造成这个伤害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人的这个状态来看待 这个意思 所以这种格局是 往往是指示不利啊 远走他乡嘛 这样的人呢 多数是远走他乡 儿子 尤其是对儿子不利 女儿还好 毕竟外加的嘛 加出去 不太一样 好 这是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格局吧 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 这所谓的反攻杀也叫将军剑 其实这种名字是很多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的 意思都差不多 不是那种说 哎呀这个名字有多么高声 不是这都是人文后编的嘛 那这一个一看 这是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嘛 哪一个房子凶呢 一看就知道二号嘛 宅恶嘛 就二号房子比较凶嘛 这是从这个谷歌地图当中能够看出来的 这只是很多年前的了啊 一看 这个是树木吧 哎树木 从过来 指的一个弯 这个这个其实就像有把剑一样 将军的剑一样 设着他 肯定是对二号不利的嘛 对二号不利的了 呃宅恶嘛 肯定是 事实上是11年 2015年11年老板啊 就是这个酒 他是一家酒店嘛 昆仑大酒店老板啊 始于撤祸 撤祸 在天成像 而且啊 不只是他一个人 在里面的另外两位亲戚 好像也死了 你看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嘛 哎 这个树木啊 你说一棵树啊 其实没有起胸 如果一排树的话 那就显现出来了 而且是这这么 这么一个构造 这么一个构造的话 你说那 你说这个 呃 这种非常好啊 绿化环境 是没错 但绿的有点问题啊 自从 这将军嘛 或者说反攻杀 非常的有胸气 所以你说这个 那每一户都不好吗 不对的 要看到的这个防卫啊 角度啊 对射的这个力度啊 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嘛 一看他就自冲过去的 冲的就是这个酒店 老板啊 咋里的 好像都出车祸 所以所谓的这个凶宅 凶吗 真的凶 那你说怎么办呢 外部改不了 那就 我就不干嘛 对吧 这个意思 呃 好 只是欣赏一下吧 这种东西 顾且看止 顾且听止啊 这也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了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这个第一个是自然环境的水造成的 这个是第二个环境的这个树 形成的煞气 反攻杀造成的这个冲击 都不行 都是要出事故的 自己的既成环境的 它们刚刚就开了 Geb� squ兔 它们是 incre sheets